化妆被网友们戏称为亚洲邪术 今天就有一位93岁老奶奶挑战亚洲邪术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能不能变身成功吧 可以看到化妆师以非常熟练的手法 在老太太的脸上均匀的涂抹粉底液 粉底液的使用让她皮肤仿佛年轻了20岁 接下来化妆师为老太太均匀的遮盖了一下黑眼圈 虽然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都不会考虑化妆 但是这位老奶奶却是勇气十足 不得不说老太太虽然是90多岁了 但是骨相却依然优秀 不一会儿一个精致的妆容就化好了 老太太非常满意这个结果 接下来接受这次挑战的是一位78岁的老太太 她对自己脸上众多的皱纹表示特别的不喜欢 仿佛就是一块过期了的奶油蛋糕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完美 老太太决定亲自动手 她熟练使用手中的化妆刷 接着对脸部全面的调整肤色后 再继续画画眉毛 抹上眼影 戴上假发 我的天呀 这一幕也太惊艳了 这位老太太看上去 好像只有三十几岁 不得不说 不愧是被称为亚洲血术呀 对此你怎么看 你在日常中会化妆吗 告诉我吧 不愧是被称为亚洲血他